6YL-68型螺旋炸油机 是一个小型螺旋炸油机 该机在使用前应将各运转部加足润滑油 如齿轮部位、套部位、轴承部位及推进丝部位 然后右手弯动一下大皮带轮 观察一下机器有无磕碰和卡尺天象 各站动部位是否灵活 以上检查完成 搬动手柄旋转推进丝 使照罗轴离死出柄口 以推进丝旋转不动为止 然后使推进丝推出34线 使送罗轴与出柄口流通移动机器 在操控机器搬出保持两轮 方向是否离标时方向一致 若更一致 搬动电机的均线头将其照应两个线头更快以下即可 接着调整好后即可探机与炸 在科技加价值 因一炸糖量不低 或加价格转出柄转用磨合光 头料开始过猛 都容易产生突然停机 加价格转平衡的生效 所以科技加价值 头料应反应均匀不能过猛 可用此理或油料 反复夺子的加价格转出柄转磨合 摆盘温度能高在80摄氏度 出柄每把片状 厚度依据1.5毫米左右 出油正查后 方可上进绑丝罗姆 将准备好的油料漫入料斗 和其联系压榨 在压榨过程中 如果出现炸轴烤死或不出柄 用松开绑丝罗姆 把推进丝后退一至两圈 让它出柄间隙 等于出柄后 再进行强整出柄厚度 以输得正常压榨 油烈在腰硬时 有时出现炮渣回油等偏向 这些鲁鱼游辣海水 但不是明确的 那麽说 丁手转